我为什么会接习近平 在美国接这个习近平的时候 习近平接访 习近平把抢击的拿着黄泉武汉 第一天到国家信访局 又被我们常势驻镜办 接访了就给逮了 说起来的话 在那个国家信访局 就逼得哪儿 没有理由 人们信访的 看一看 政府给我们做了些什么这一年 招来这么多这么多 成千上万的上反的老百姓 来了以后 你看一看 根本就告不成 就排到了没有用 解决不了 他根本就不给你解决 我叫马永田 可能我是从2001年吧 就开始 到今天我这个访民 已经当了20年了 但是我01年开始 就是我是在89年开始运作 就是那时候我很年轻 二十几岁嘛 中国改革刚一开始开放嘛 那么就鼓励一些个有钱的人嘛 就开始这个建厂啊办公司啊 就是刚刚有私营企业 那时候对于私营企业来说 不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 没纳入国民经济 刚刚起步发展 我也就是第一批嘛 然后呢 我是干了十年 我是搞那个工业美术陶瓷的 我应该说是奋斗了十几年嘛 两个小时要尝试政府法院抢没了 我的家人本来都是健康的 全都有病了 不健康了 就两个小时弄得你就是家真的从天堂 直接就给你送到了地狱 那咱们大家都很清楚 我是一个当妈的 那我孩子得了癫痫 想想看我什么心 那么我作为女儿 我老母亲脑出去 是生是死 到底会怎么样 真的 你的心情很复杂嘛 这边 他给你下的裁决 要在他法定的期限内 快要到了 你还要去跑法院 而法院接我 案子这些人 都是执行我 强拆我的这伙人 就是我跟他们打起来了 他们抢了我的财产 然后我又要到他那里去告状 然后我又要去讲我的道理 05年我不相信当地政府 那我开始到北京 我到这北京就是因为说 你们这些坏人 把吉林省的天遮住了 好 北京是一个晴朗的天 我到北京去找青年 我到北京去告 结果我到北京 第一天到国家信访局 又被我们常势住京办 结访就给逮了 说几年前的话 在那个国家信访局 就一顿打 没有理由 没有理由 那时候再也不懂 吓得你都不敢说话 你一个女的真的很害怕 是一种恐惧 等到后来 我就是在05年开始 就是那时候就有点 就是到了北京 包着很大希望 最后一看 北京根本就不是那么事 不像你老百姓 不像他电视上宣传的 那么回事 然后我就非常的失落 就那时候就气到什么程度 就是我长期自言自语 我过去我真的 我从来不骂人 那时候我就做菜做饭 自己就自言自语就骂人了 他本来起初是一个案子 逐步的给你拘留 给你教养 给你判刑 你这案子越分越多 这案子能下子就在这儿呢 因为越高你只能遇冤 我在北京啊 就是大家不都说 这个关黑监狱吗 究竟关多少次 我自己数不过来 说关就关了 真的 要我能记得住 说是你一次两次 十次八次 三十次五十次 可能大概的能有 每一次什么印象 时间长了 稀有一长 这就是我的一种生活了 就是我到北京 祝你妈得着关起来 是一种生活 13年吧 我来到美国嘛 来到美国那点 我就心里话了 真是的 我把这个共产党里 在老百姓面前 再说我喊不出院 我在国内 那在国际上 你得要点脸吧 所以说这个中间呢 就谁来的呢 叫那个女的叫刘安东 这是访民 也是我第一次接车 连东 张高丽 当的江 汪洋 从14年开始 谁来我接谁 只要我守着美国法律的底线 我任何行为我都敢干 因为我的底线就是说 我不会去触犯法律 这是我的底线 其他别的 我什么事都敢干 那么就是最明显的一次吧 也是就是比较轰动的一次 15年就是习近平 方美政治国事访问吧 那时候是9月23号他们到的美 9月23号也不24号到的美国 反正我是9月25号下午 在华盛顿那个是国务院 美国的国务院 他这个习近平的随从就是奥巴马 请习近平在国务院吃国宴 那么我们那是看午到那 然后中午大概在下午的时间吧 他来了第一个就是他随从人员一个车队 我们当时访民不光我一个很多人 然后呢他这个车队来了之后 我们大伙都上去结 我一看没有习近平 不对啊 咱们咱们没有他呢 咱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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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我说 是不是从别的门近呢 我说那第一个车队不是 那这个车队肯定是 因为我们当时 我当时掌摸的信息就是 他肯定要去这个地方 肯定他路线已经就是这么一个路线了 那么我当时就一个人嘛 就开始结了他一个车队嘛 结了一个车队当时的时候 就是我被捕 我被捕之后 我在警车上的时候 习近平派人下来说怎么回事啊 说是那个什么原因 就开始收材料 当时我真的 我为什么会接习近平 我不是说 第一我不搞政治 第二我这事情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我真的逼的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第三你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了 那么我接到你 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平台 是一个焦点 我的案子 我都写的材料 对不对 你又派人来收来了 那我真的以为 你真是晴天了 你会给我解决问题呀 对吧 我这案子很明白 就是说 你开发商 政府抢我的东西了 那你还给我 我要我自己的东西 我没要你共产党的东西 我是要我自己的财产 猴头来 他收完材料 然后中领馆 大使馆 就是在美国几个中领馆 包括华盛顿的大使馆都收材料了 那个时候呢 他们也派出来来跟我们面对面的交流了 像中领馆呢 像纽约的中领馆请到屋里边去 像那个华盛顿的大使馆 他是不愿意进入我们的 就在外边 至少有人跟你交流了 搭理你这个茬了 那我们这帮访民抱着很大希望嘛 回头了 我的希望破灭了 我不担习近平 作为国家领导人 不担没有给我解决问题 我15年就是通过绿卡 那我就申请我先生跟我孩子来 那么16年 我的先生跟我孩子在美国的大使馆里边 也都把移民手续办好 结果要买机票走的时候 我们长城市公安局开始出面了 你们的护照作废 你们不能够出国 原因是马云天在外 在美国 截这个习近平的车 就是说 我第一次截完车之后 国安就安排了人 就是开始接近了 为什么你会知道习近平走那条路线 为什么你用那个点到那里去等着 我们是大学人 我们这个党 用着我们这些大学的人钱 欺负着我们 折磨着我们 我真的无语啊 真的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而我来到美国 我认为 这些我都可以避免 很多人给国安做线人 然后没什么事 他鼓求事 拿你就是你是一个摇权树 你在这边搞事 他们那头囊维稳经费 我在美国我也没逃脱这个厄运 那么我们还是他们的一个 腐败的一个经济链条 依然是 我到今天就是前两天 这又开始有人给我一些威胁电话 说是又要对我儿子跟他爸爸动手了 说是我在这块可能是什么行为 因为这帮线人嘛 说是被FBI找了 完了说是我的行为 因为这些人 我根本我就没有必要跟他们解释 你知道吗 我也不想说什么 对不对 斗过头的呢 就说了 我的儿子老公 共产党又要采取措施了 为什么你现在 我一在这边动 那一边你给我家人施压 我在这边怎么怎么样 甚至于你们怀疑我什么什么 你都可以给我家人施压 为什么呀 老公也算是你之内的 给你们干了一辈子 他没有犯过错误啊 应该说是勤勤恳恳的一个老黄牛 就因为找我这一媳妇儿糊涂了 他就得受牵连 我的孩子没有任何不法的行为呀 甚至于说我曾经跟公安局的人 就是交涉他们两个的事情的时候 我说他俩有没有违法行为 他说没有违法行为 是好公民 我说你为什么要限制他们出国 他说你在美国干啥 你自己不清楚吗 那么不是说非得习近平来 我截他车 我就这一条路了 这一条路堵死 他不来了 中美关系现在不好 那我要想其他别的路啊 那我还有别的办法 我绝不放弃 我们一家人团聚这个事 我们一家人团聚这个事